老坟一股长出怪异腊肉 村民传着是包式摆定的珍贵药材 甚至有人出价十万想要收购 科研专家将其切开揭露其中玄机 那么这会是传说中的神药吗 点赞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8年 这片湖南相谈的施工现场意外塌方 工人发现下面竟是一座古墓 可遗憾的是 里面棺材已经腐朽成渣 最后只能请巴掘进来清理 然而原本疑似在正常不过的清理 他们却有了意外发现 并且这次发现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此次被请来清理的工作人员名叫李伟 清理时他不经意间发现 碎石堆中出现一个头颅 坟墓里发现头骨不奇怪 但奇怪的是头颅上 竟长着一块没腐烂的肉 李伟起初还没把这放在心上 以为是木主肉身还没完全腐烂 于是便顺手把头骨丢到了一旁 等晚上到家 李伟将此事收给家人听 夫妻在听完骨头上长出一块腊肉后 瞬间表现得异常激动 赶紧让李伟把这东西找回来 面对父亲要求李伟一脸猛 这都是常人避之不及的东西 又不是什么金银宝藏 捡回来有啥用呢 可面对父亲的再三要求 李伟只得连夜返回工地 从一处草丛中找到了那块腊肉 李伟拿在手里看了一会 这才发现 这东西与其说是腊肉 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蘑菇 拿着这块黑不溜秋的东西走在路上 李伟心中意志犯嘀咕 父亲执意要这东西干嘛呢 等回到家 父亲激动地反复向李伟训 你确定这东西是长在死人头上 李伟满脸疑惑地点点头 问到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随后老李便讲起了东西的来历 这东西也是非常难得的药材 阿伟 听以前的老人说 在古代一些富贵人家的女儿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生前都会服用各种珍贵药材 在他们死后 身体上就有可能长出这种黑色物质 也就是传说中的阿伟 而这东西的生长条件极其苛刻 还必须是有钱人家的黄花灰 生前服用大量珍贵补品 突然发病死亡 在入关后才有一定几率长出阿伟 并且据说这药材极其名贵 能包治百病 反正在民间阿伟被传得神乎其神 并且根据曾广闲文集中记载 黄金无假阿伟无真 意思就是说 阿伟这种药材非常罕见 很少能看到真货 老李家捡到阿伟的事情传出 村民们都想来看得稀罕 那么这会是传说中的阿伟吗 老坟一股长出怪异腊肉 村民传这是包治百病的珍贵药材 甚至有人出价十万想要收购 科研专家将其切开揭露其中玄机 黄薇老爹确信这就是传说中的阿伟 据唐代药典唐文草中记载 阿伟是一种散型植物 一生只开一次花 在它开花后 人们就会在树干颈部割开一个小口 然后开口处就会伸出乳状树枝 等这些树枝阴丹后就变成了中药阿伟 阿伟散发出的气味非常独特 有一种葱蒜味 所以有的地方也叫臭阿伟 相传罗马人曾用这种药材畸形调味 目前在印度仍有人用来做泡菜 中医认为阿伟能助消化 可以改善心理紧张 治疗气管炎气管等病症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阿伟作为一种中草药 基本全靠进口 根据本草纲目记载 阿伟有草木两种 草结出自西域 可晒可助 苏公所说是也 由此可见 以前的阿伟主要都出自新疆沙漠一带 但如今 阿伟却出现在了湖南相坛 而且还是在古墓里 这让专家难以理解 要知道阿伟生长的时候条件就是日照 而且这种药材有很大分算 老李家的却没一点味道 很显然这和古籍中记载的阿伟 有很大出入 针对这一点 老李却有些不同意见 自家的阿伟和药典里记载的 不是一个东西 他手里这个叫棺材阿伟 李伟家捡到阿伟的消息 被媒体报道后 很多外地人赶来想要购买灵药 可都被老李给拒绝了 都说阿伟能包治百病 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还不能确定 万一卖出后不治病 反倒吃出人命就完了 为了彻底弄清楚 老李决定到镇上的中药铺 让这里的老中医认认 可他没想到 中药铺的老中医已是第一次见 这东西有没有毒物 能不能治病 他也不知道 但此时想买药的人越来越多 不多久 一个自称是做中药生意的人 找到老李 张嘴就是出价十万块 可把一家人愁坏了 这东西放手里 他们是卖不敢买 扔不舍得扔 吃自然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几天后 一位家里有来了个陌生人敲门 说是他身患癌症 听说这有灵药 想死马当活马医 就算不治病人的心理安慰也行 可老李最终还是没对作用 万一让别人吃坏身体 他心里这辈子都过瘾不去 经历了各种事件 老李觉得 不能再托了 这东西究竟是不是阿伯 还要有个说法 于是托人将阿伯的照片 发给了当地权威的中药专家 老坟一股长出怪异腊肉 村民传这是包治百病的珍贵药材 甚至有人出价十万想要收购 科研专家将其切开揭露其中寻机 那么这会是传说中的神药阿伯吗 老李托人将照片发给了一位中药专家 专家仔细研究过照片后 认为这东西像是树蛇 树蛇也是一种中药材 和灵芝一样都属于灵芝科 薰味植物 一般长在枯树干上 其显著特征就是 表面有同心环磷和环稳 有丰富的药用价值 不仅能增强免疫力 甚至还有一只癌细胞生长的说法 但是否真有效果 还有待考证 专家从图片上很难准确地辨别 这看着有点像树蛇 却又不完全像 为了解开背后的真相 专家亲自驱车赶到老李家 在看到阿伯的真面目后 专家直接否定了先行的开设 首先树蛇的皮壳坚硬其有光泽 李家这颗却软得像块木塞 其次木舌一般都长在树干上 但这东西却是长在头骨上的 调查顿时陷入了停滞 见状 专家决定到这块东西的发现地看看 然而可惜的是 再次赶到工地时 现场已经因为施工 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 但好在他们这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人们在一处土坡上 发现一块棺木 腐朽的棺木上长满了各式各样的真菌 于是就有人提出说 这块阿伯会不会就是棺木腐朽后长出的 面对质疑李伟立即反驳 五目请理工作 是他一人全权负责 当时他看得清清楚楚 不可能出错 这就令人非常困惑了 李伟发现的这个阿伯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专家最终决定 将这东西解剖调查取样 在显微镜下 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 上面有军类植物的军管和包子 最后通过对包子形成的阵列观察 专家终于解开了真相 这东西原来是一种少见的木腐菌 并没有所谓的神器功效 至于李伟说这东西是在头骨上发现的 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这东西虽然长在土里 但其实土里就是腐朽的木头 应该是木葬被发现之前就破损了 真军包子最长在腐朽的棺木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 棺木逐渐被腐朽殆尽 被发现时便被误以为是长在头骨上的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